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是陶業縣群眾服務協會 我們今天開始六月左右開始了 開始我們移工庇護中心的業務 那我到這邊 我們要在這邊非常震驚也非常沉痛的宣佈這樣一個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的一個官商 有強烈的官商勾結以及圖利嫌疑的這個案例 先簡單講一下這三個在外移共同的狀況 我們為了保護他們的起見 就依照這個新聞稿的順序 這三位的朋友我們把他分別叫從委員旁邊 A先生 B先生以及C先生 這ABC三位先生他們在來台之前 他們被僱用的名義都是家庭的看護 家庭看護工 他們知道了就是來看護就是要看護老人 阿公或阿嬤 那可是他們也知道說這個阿公阿嬤可能身體還可以 可能有時候幫一點別的工作 就這樣子而已 結果來了之後呢 他們根本連一天都沒有見到他們所謂要照顧的阿公或阿嬤 完全在做別的工作 做些什麼工作呢 我們A先生他在這幾個 他們三個都是大概去年二月到六月之間來的 A先生二月來的 他做過的工作呢 包括呢 種檳榔 種花生 種花 我們的B先生呢 B先生包括種葡萄 種檳榔 還有養魚 種香蕉 我們的C先生呢 種花 種檳榔 他們常常是在一個不同的僱主之間轉換 在這個僱主做一陣 這個僱主做一陣 每次在不同的僱主之間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每一個僱主當中呢 都有不只一位的外籍勞工在那邊做 幫他們從事農業 所以其實根本就是還沒有開放農業這個外勞進口之前 就已經以看護之名來行這個農業外勞之實了 一個非常荒謬的過程 三位男性 這三位男性他到台灣來 原本是要來從事這個勞動服務的 那沒想到他們進來以後發現自己打的是法律上的黑工 他的合法進來 但是卻是從事違法的工作 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在10月 在去年的10月地方政府就知道 然後到11月他們檢舉了這個1955專線申訴 那申訴以後他們希望要由非法轉證 轉換到一個合法的工作 因為他們也不想要非法的再打工 因為各位每一個到台灣來從事這個 勞動服務的每一個外籍移工呢 他們都舉杯被舉著很大的巨額的仲介費 這些都是他們的債務 所以他們來台灣一次 如果不能夠完成他們的這個賺錢的工作 如果被非法遣送回去 那他會他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這個大價當然包括這個已經付出去的 吸在他們血上的這一些龐大的仲介費用 所以他們要求要轉換 那很明顯的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人口販運 因為這裡面牽扯到非法然後剝削 然後讓他們成為非法 然後在這個裡面呢 地方政府我們待會兒可以再請櫻達再講清楚 為什麼是一個觀山勾結 因為地方政府是如何包庇這樣的一個黑工的存在 A先生各位看到 A先生是個個子很高大的一個男士 他比我們多高 他居然在這個資料上面 他顯示的是女性 女性 這個是進來的時候第一次的訪問 訪查 表示這個地方勞工局 社會局官員根本沒有到現場 根本沒有到現場 他只是打電話 他也記錄了只打電話問雇主 然後問完雇主說 第二天雇主說要轉出 這個案子就結了 結果到11月他們第一次查的時候 AC兩位先生都分別查 都一起查到了從事檳榔工作 這邊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從在24-3從事檳榔工作 這個是移民署 他寫得非常清楚的 那這個簽名上面也發現 有移民署的官員 以及嘉義縣社會局官員的簽名 以及蓋章 所以非常清楚 嘉義縣社會局 從11月的時候 10月到11月之前 已經很清楚的知道了 AC兩位先生從事 許可外工作的情況 結果他們受到什麼對待呢 他們當天被帶到移民署做抵路 沒有過夜 結果呢就被原來的非法固署帶回去 帶回去之後呢 再被仲介帶回去 仲介怎麼處理呢 仲介把他丟出去 完全讓他們自生自滅 所以AC兩位在外面流浪三個多禮拜 完全靠自己來生活 住在飯店或者是打黑工打零工 直到呢 中欣這位B先生 他也被被舉發了 他也被抓了 這個時候仲介跟AC兩位先生講說 你們趕快回來 你們不回來 我們就把你們舉報為非法 逃跑外島 所以他們只好非得回去不可 結果更荒謬的是B先生 B先生在被舉發的時候呢 他是在 他當時 他認為啊 他當時其實雇主跟中欣已經先知道了 先知道他會來 所以呢 所以他在現場沒有找到任何的情況 剛剛我跟他特別求證了 B在這個官員來的時候 雇主先跟他講了 你先把衣服穿好穿整齊 站在那邊不要做事 所以呢 B先生的這個 他的舉報報告上面寫說 為 現場未發現外勞從事許可外工作 就這個粉紅色這個字 現場未發現外勞從事許可外工作 可是事實上 他在什麼處所被發現呢 他在一個山上的公僚被發現 他一個人在山上的公僚被發現 那那邊沒有任何被看護的老人 然後結果呢 現場只有 這一次只有一位 那個嘉義縣社會局的這個官員到現場 他也蓋章 他也認為 這個沒有任何不法的行為 這實在很誇張 我們在11月底的時候 第二次 C先生再一次跟我們協會來申訴 我們再一次提出來 結果嘉義縣呢 他既然說這個沒有協調的必要 他就先讓他過來了 他過來之後 他跟我們詳細講述這個內容 我們才知道 原來裡面有不只這些 不只現在我們看到這些 在這個人保國際這個這家仲介裡面 他至少還有其他的二十多位 一年外勞 二十到三十位左右 都是一樣 男性 以這個家庭看護的名義進來 全部都從事一個他們類似的農業的工作 今天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會有的這些案子處理的情況 包含他的相關的談話紀錄 還有當他那個處理的經過 這個事實 我想我們一定必須要透過這個 請嘉義縣政府立刻 把這個東西弄清楚 所以基本上我們了解 沒錯 就是請嘉義縣政府 因為基本上我們就是有的 對阿 所以你們不會自己 主張調查 不會自己直接是 一定是請嘉義縣政府調查 對的 我們沒有覆解錯就對了 不是他 因為基本上 我們在 針對這個違法查組 這一定是嘉義縣政府 那至於剛剛你講的是說 如果是嘉義縣政府 針對他的人員 他有沒有行政上的違私 這個部分 因為最後還是由嘉義縣政府 他要去做怎樣行政的處理 但是我們因為是督導跟考核 這一塊是我們中央 我們對地方 那所以我們還是得要去了解 到底如果說有違私 可能我們在後續的 督導跟考核的機制上 我們每年對地方 我們就會有一些相關的處理機制 去處理 那也是 你們可以說 你會做些事情 你會做什麼